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筋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此时正在收看这期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,您或许已经赚到了很多钱,又或许还在为赚钱而辛苦打拼。 钱这东西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,有时候普通人不禁问自己,我和有钱人到底差在哪里呢? 有钱人的想法和思维是怎样的呢? 让有钱人来做一件事,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呢?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,有钱以后才知道的15个真相,相信看完后您一定会有所收获和感悟。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,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,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1.有钱就有话语权 有句话说得好,有钱能使鬼推磨,钱这东西真的能帮我们快速认清自己和身边的人。 的确,有钱就拥有了很多特权和光环,即使你说出一些观点并不一定准确,甚至是错误的,依然会得到大片的叫好和吹捧。 这是因为,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,有钱人说的话就是权威,有钱人这三个字本身就自带光环。 钱多是一个人能力的最直接体现,也是说话办事的底气,钱越多底气越足,话语权也就越大。 有钱人身边永远不缺乏崇拜者和马屁精,有了钱似乎真的可以高人一等,反之没有钱,人微言轻,别人说什么你只有服从的份。 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把穷人的话当回事。 在有钱人面前,穷人毫无存在感,讽刺的是很多穷人真的相信和服从有钱人说的话,甚至盲目追捧有钱人。 因此,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,一定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任,因为话语权掌握在你手里,就更要好好珍惜和使用这份特权,千万不可狂妄自大,信口开河,否则可能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负面影响。 二,有钱人才知道贫富差距在哪里。 当你成为有钱人以后,才真正感受到那句话的真实,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,穷人与富人的思维有着天壤之别。 有钱人的世界,有钱人的生活,穷人根本难以想象,也不可能融入。 听起来很现实,也有点残忍,但事实就是如此。 富人和穷人同时花钱,富人会用钱投资自己,充实自己的大脑,让自己赚钱的方法越来越多。 而穷人只会省吃俭用,花钱也只是单纯为了消费,根本就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。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,其实贫穷真正限制的并不是我们的想象力,而是看待事物的方式,眼界,以及处理问题的格局和态度。 比如,在以前的农民眼中,可能觉得皇帝用的是金锄头,但是对于皇帝来说,根本就不需要干农活,又谈何使用农具。 现在很多人对于富人生活的想象,也受制于自己的眼界和格局。 一旦明白接受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,让自己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,时刻做好准备,迎接生活中的机遇和挑战。 3. 个人能力决定个人价值 当你变成有钱人时,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。 有钱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能力,不仅能想到还能做到,想到了但做不到,看起来好像只差那么一点点,但结果却大相径庭。 在《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》这本书里,作者哈维艾克写道,你的收入只能增长到你能增长的程度,而你能增长到的程度是由你为自己划定的。 其实这段话说的并不是钱的多少,而是告诉我们,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。 世界永远都属于那些能力强的人,只有努力武装自己的头脑,全面提升自己的认知与能力,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值钱。 当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,你自然也就越来越值钱了。 当工作中遇到瓶颈时,先静下心来,找出问题所在,哪些问题是经常遇到的,哪些是自己能解决的,哪些是不能解决的,哪些地方需要优化。 慢慢地你会发现,解决问题最能带来成就感,也是最重要的能力。 随着一个问题被你解决,你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值钱。 有钱人都很贵,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四,不值得为心穷的人浪费时间和金钱。 有钱以后,一定会有人找你帮忙,这个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,把时间和金钱花在那些真正值得帮助的人身上。 一个人穷则思变,变则通达,慢慢努力,还有得救,总有一天会闲鱼翻身,怕就怕那些穷还不思进取的懒人。 如果一个人心穷,就真的无药可救了,心穷的人就是一堆烂泥巴,你打也好,骂也好,他们永远都烂泥扶不上墙。 所以,果断放弃救济那些不思进取的朋友,亲戚吧,他们只会拉低你的价值。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,真的是这样,一个人自己都不愿改变人生,你再怎么帮助和鼓励他,也无济于事。 所幸,尽早避而远之,免得被这样的人拖累了自己。 俗话说,人穷至短,马寿茅长,那些心穷的人已经丧失了斗志,渺茫了理想。 为了得到你的救济,他们或许会信誓旦旦地承诺,做出改变,但接下来,他们会用你给的钱继续赌钱输钱。 所以,千万不要怜悯心穷的人,这些人永远不会改变,即便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在他们眼前,他们也抓不住。 只能看着机遇从眼前消失,任由贫穷继续,随波逐流,一生碌碌无为。 人穷一次没有关系,穷一世才可怕,救急不救穷。 五,用钱可以买到自由。 有钱当然可以买到自由,比如你出门去某个地方,如果身上没钱,就只能不行。 速度慢,而且又累又耗时,如果身上有几块钱,可以选择坐公交,但是车难等。 速度慢,每到一站都要停。 如果你有一些钱,可以打车,但偶尔要等车。 如果在偏僻的位置打车,司机不愿意载客,那现在如果你有很多钱,就可以买车自驾,来去自由,方便快捷。 所以说,钱虽然无法买到快乐,但能买到让你享受快乐的权利和自由。 现在社会上服务行业越来越多,而大多数服务产业的根本,就是服务者用时间和精力去换钱。 换句话说,赚钱和省钱大多数时候都需要花掉时间和精力,而付出足够的金钱,却可以省下时间和精力。 有钱以后,卖不卖掉自由是你自己的选择。 有钱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,想要获得的预期回报,以及实际的客观情况,来决定卖不卖,该卖多少。 只有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以后,才有资本掌控自己的自由,先有钱才能有自由。 六,人们只关心结果,不关心过程。 当你经过艰苦奋斗,终于成为了有钱人,却发现大多数人关心和谈论的,都是你取得的种种成就。 人们似乎只关心你的光鲜表面,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。 这种时候,你不可能指望别人都能理解你,你取得今天的成就,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,只有自己知道。 就像是很多冠军运动员身上都有很多伤一样。 由于成功的人终究是少数,所以大多数人都很难和你共情,也不能体会和理解成功背后的辛酸和艰难。 是的,人们往往只看到表面,有些人甚至会羡慕极度恨,觉得不公平,凭什么你可以轻轻松松成功? 没有人真正关心你曾走过的路是多么无助和崩溃,也没有人会在意你成功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和不易。 所以,永远不要尝试和别人解释,也不要幻想别人能懂你,你为自己努力的活好就够了。 记住,人都是只看结果,不看过程。 七,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 现实生活中,衣食住行,通通离不开钱。 在之前的节目里,我们也已经讲到过,钱能买来很多东西,想要什么就买什么,但是钱依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,例如感情问题。 如果一段感情走不下去了,再多的钱也是不能够挽回的,因为感情是两厢情愿,是人和人的交往,而不是人和钱的交往。 钱不是万能的,钱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。 即使现在你已经腰缠万贯,住着豪宅,开着豪车,也一定会有烦恼,一样会失眠,一样会在某一时刻感到惆怅。 但是也必须承认,金钱能够带给人们安全感。 钱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,但是有了钱,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。 如果你想要学习了解更多挣钱的好方法,欢迎加入我们的对经机遇交流社区。 在这里,你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讨论并分享各种好点子,还可以找到各种你感兴趣的主题,包括如何经营YouTube,如何网络赚钱,如何个人理财等。 我们也会定期分享免费培训课程,电子书和超实用的软件等社区福利。 点击视频下方信息栏里的链接免费加入,期待和你在这里相遇。 8. 没钱会觉得低人一等 有钱以后,你是否发觉周围很多人和你说话时总是显得没有底气,甚至有些自卑? 有时候,没有钱会把人变得缩头缩脑,奴言必息,连说话声音都听起来有气无力,更谈不上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了。 人心向来经不起贫穷的考验,没钱的时候办事,你要思前想后,因为没钱就没了底气。 说话你要忍其吞声,自古人微言轻嘛,面子都不值钱了,面子是金钱给的,尊严也要放下,尊严是靠金钱撑起来的。 没钱真的会让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,自残行贿,不管做什么事情,腰杆都挺不值,甚至变得奴言悲惜,自甘堕落。 相反,有钱人做起事来,大多雷厉风行,坚定自信,举手投足,都展现了洒脱和大气。 钱是人的脸面,有钱就有了尊严,有钱就有了洒脱,但是一定要记住,人生一世可以没有钱,但是不能没有志气。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,你就是什么,不管有钱没钱,都应该活得有尊严,只有自己先尊重自己,才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。 九,有钱你就变了。 当你有钱了,接触的人和事也足够多了,视野和观念自然会发生很大变化。 随之而来,你的为人处事方式也会发生很大变化。 这个时候,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支持理解你的改变吗? 一定要记住,千万不要为迎合别人,而降低自己的要求和标准。 你辛苦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成功,不就是为了改变过去的你,变成更好的自己吗? 一成不变,反而才奇怪呢。 成功就要改变,改变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 正是改变为你带来了今天的成功,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,接受拥抱这个全新的自己,做一个成熟。 十,一个能和你共同进步的伴侣极其重要。 现在你有钱了,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? 最理想的伴侣应该是能和你共同进步的另一半。 你们可能有着相似的经历,相似的价值观,彼此惺惺相惜,感同身受,互相给对方提的建议也更重肯,更有价值。 真正的感情不是满口的甜言蜜语,也不是一万句我爱你,而是能同甘共苦的真心。 如果贫穷过,就更应该能体会人情冷暖,更能明白谁才是真正关心你,爱着你的那个人。 很多有钱人的另一半都是陪伴自己白手起家,患难与共的那个人。 两人携手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,中间不管经历过多少苦难都不离不弃。 这世上陪你笑的人不一定愿意陪你哭,陪你富贵荣华的人不一定愿意陪你同甘共苦,只有陪你哭的人才会陪你笑。 所以,和你共同进步不只是浅显的物质方面的进步,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同步。 只有两个人并肩而行的爱情才是最好的爱情。 十一,花钱的方式决定了赚钱的方式。 有钱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有钱,所以才敢于花钱,也愿意花钱。 在花钱的过程中,有钱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机遇,就第一个抓住了下一步赚钱的先机。 正是因为有钱人会花钱,把钱花在了正道上,才能把手里的资金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,实现钱生钱,学会花钱才能学会赚钱。 俗话说得好,称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。 有钱人有胆识去想,去做别人不敢想,也不敢做的事。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,那些成功人士往往都不会很吝啬。 相反,他们善于利用手里有限的资金去创造无限的潜能。 举个例子,投资者不会老是把钱紧紧攥在自己手里, 他们会通过分析调查市场动向,准确灵敏地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向。 所谓实践出真知,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察后, 他们就会发现那些常人未曾察觉的商机, 从而把资金投入进去,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, 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。 12.越有钱,越敢说不。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增长,现在的你终于不用听命于别人, 终于有资本和底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 这种底气正建立在一个人的经济实力基础上, 有句话叫财大气粗, 当你不用再计较钱, 就能自由选择要还是不要的时候,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 有钱以后你会发现, 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大胆说不, 生活做减法可以活得这么轻松, 自由和高效。 引用一句电影台词里说的话, 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, 就是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。 13.富人看价值,穷人看价格。 当你有了钱, 就不会那么在意一样东西的价格, 而是更看重它带给你的长期价值。 有钱人的消费主要目的是购买产品和服务, 而不是为了省钱。 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, 有钱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, 舍得花钱买服务, 买时间, 买知识, 买培训, 买信息。 在钱面前, 时间, 人情, 知识技能和商业信息都是生产资源。 做成了事情, 钱自然就越来越多了。 对有钱人来说, 价格不是问题, 真正重要的是, 花钱以后能否带来长期效益。 滴滴没有一辆车, 却整合了出租车市场。 淘宝没有一件货, 却整合了整个零售业。 银联没有一家银行, 却整合了全部银行。 穷人都喜欢算自己的小账, 打自己的小算盘, 而富人却愿意花钱买人才, 买平台, 买服务, 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和利益空间。 日积越累,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, 最后导致穷人越来越穷, 富人越来越富。 十四, 有钱人往往很低调, 你历经千辛万苦, 终于成为了有钱人。 这时是不是有种强烈的冲动, 想让世人皆知, 稳住我的朋友。 如果观察一下成功的有钱人, 你会发现, 大多数人往往很低调, 似乎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 真正的有钱人, 平常出现在普通人面前时, 看上去和大家差不多。 这是因为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, 不可能有很大的商业合作, 他们没必要, 或者说根本不屑于, 刻意向穷人展现个人的实力和财富。 在普通人面前保持低调, 还能有效避免别人的妒忌和陷害,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 当然, 人都是有虚荣心的, 有钱人也一样, 富人不会在穷人面前展现自己有钱, 但是有可能在更有实力和合作潜力的人面前展现。 这个逻辑是很容易明白的, 一个穷人夸你了不起, 有本事, 又有什么用呢? 所以, 真正智慧成熟的有钱人, 看问题更加全面, 不太可能为了收益很低的虚荣和炫耀, 而付出昂贵的成本。 这种低调和沉稳, 源自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和自信, 也源自良好的教养和自省。 一个内心风盈的人, 从不活在别人眼里。 15, 帮助是等价交换, 是相互付出的回报。 古人说过, 将欲取之, 必先与之。 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真谛, 你要想摘取树上的果实, 就必须先给树, 浇水施肥。 正如你没有把钱存进银行, 也就不能从银行提款一样。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, 其实是一种资源置换, 虽然没有绝对的等价交换, 但是大家都能够各取所需。 某种意义上, 这种等价交换的思想也是促成社会有效运转的根基之一。 在等价交换的模式下, 参与方能够自觉自愿地进行互动, 相互提供服务或商品。 然而, 有些人求人办事, 只一味要求别人付出, 人家帮你办完事, 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, 仿佛一切都是别人应该做的。 这种人, 主观意识里只有索取, 没有付出, 生活上估计也是一个一来伸手, 饭来张口的人。 所以, 我们要求别人的同时, 也要扪心自问一句, 是否真的做到了对每个帮助自己的人, 都有认真表达过感谢和回馈。 人和人之间相互帮助, 相互欣赏, 靠的是共情心和同理心。 帮助是相互的, 种瓜得瓜, 种豆得豆, 播种爱心, 收获美德, 播种勤奋, 收获成功。 请记住, 在任何时候, 我们都千万不能忽视别人的付出与帮助, 更不要忘记及时帮助和回馈别人, 否则自己的路只会越走越窄。 说了这么多, 并不是要表达有钱人就高人一等, 或者富人比穷人聪明, 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, 不管你现在贫穷还是富有, 都要学会建立起富人思维, 脱离穷人思维, 只有这样, 才能收获一个更成功, 更富足的未来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 有钱以后才知道的15个真相,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, 能有所收获和思考。 看到这里的朋友, 别忘了关注对境机遇,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, 咱们下期再见吧。